有時駕駛車時突然登了鎖鎖 像這幾年中經歷了很多懲罪 但後來又重新自己 這段期間亦有很多開放 在自己的音樂上的造型上 亦經歷過一個休假的開放 因為之前也試過失所聲 唱不到歌被迫要開放就開放 所以這個字一直在這幾年 好像是識識相關 當初去轉這個風格都是因為覺得自己好像去到樽頸位 好像停滯不淺 接下來繼續唱歌的話要走Primelo 最終就走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 就是走這個暗黑的系列 我覺得自己內臟是很多不同情 其實你說我感應這些都是我自己喜歡的歌 也是當時入公司試音我自己選擇的國語歌 然後再翻唱成為普通歌 用一些很輕盈的方法去唱歌 亦都是其中一個我喜歡的朋友 亦都會聽這類型的歌 但很極端地 我又很喜歡一些很深刻、很神秘、很詭異、很瘋狂的歌 亦都會喜歡 所以原來我可以有這麼多不同的內着性題 可以呈現給大家 其中一個很令我打破我家的事情 在附帶之後身體上被打破 就是很多不同的聲音、皮膚 都糾纏了兩、三年時間 都是處於一個很不穩定的狀態 自己的身體 然後唱不到歌 事業又好像不知自己走一條什麼路 而且當時經常被人忘記消失了 我都一直有工作 但好像在觀眾的眼球中消失了 自己都會覺得很迷惘、很無信心 繼續走這一條路 所以這是我的一個情感的 break down 身體的 break down 都是我思想的 break down 最迷惘的時候 應該是真的家人不舒服的時候 那時真的想過 一定不可以不唱 一定要養膠 所以那時反而叫公司給我多點工作 那時是幸運地 真的有很多工作 有機會去 support 家人的話 就是任何事情都會去做 可以做一班陳家欣 不一定要做泳儀 之前一開始就既定了 說歌手應該是這樣的 藝人應該是這樣的 但是當然隨著大家接受兩名又不同 其實都可以做回其中一個真實的自己 我的性格都是頂硬上的 出道好像日不溝風那些 但是其實我裏面 我都覺得自己是不錯的 就算我知道自己很難捱的話 我都加了一口氣 去做吧 不要想太多了 支持我 會覺得這些事情都不知跟誰說 我的性格就是經常都想別人 不要煩別人了 自己搞定就好 好想別人會嘖嘖嘖嘖 我好像從來都不懂得為自己去想 我覺得 二字頭比三字頭的數字上 沒有那麼覺得嘩嘖 但是去到四字頭之前 都會覺得 原來我已經過了人生大半 但我又好像覺得 現在是越活越覺得自己知道自己要甚麼 雖然數字是增加了 但心態是輕了 之前很重是因為 覺得很多事情要符合別人 問自己喜歡甚麼 喜歡做甚麼 或者喜歡玩甚麼 不喜歡甚麼 所以我覺得下半身的話 我覺得要對自己好一點